每天吃一瓜 风批姐八八八 国际名次从被整个娱乐圈的编剧导演 一百多人联合发标的之后 在圈内的存在感就没那么强了 运营公司还赔了不少钱 不过赔钱归赔钱 他这些年纪长的人脉很广 足够他在圈内立住脚 加上他对女性不存在潜规则那一套 如今还是有很多女性愿意和他套近乎 希望能通过他搭上一些奢侈大牌 当然杨幂不算这里面的 他和郭敬明相交很多年了 两人私下的关系还是真挺好的 有空还时常约到一起聚聚 之前杨幂造反郭敬明豪宅 还跟他的帅哥助理差点闹出绯闻 但实际上大家都懂的 这位帅哥跟杨幂没有半毛钱关系 那可是郭敬明精挑戏选出来的男宠之一 说起来杨幂这段时间也是时运不济 自从哈尔兵和火锅双双扑街 网友都开始质疑杨幂的抗拒能力 演技也被诟病 处境还是挺艰难的 郭敬明那边开新项目 有邀请过他去友情客创 但杨幂觉得他的戏对自己 没有什么加成就没有去